11号的花莲县议会宪政总咨询 林源副议员是提出了 凤林地区西瓜列果补助 去牧场污染补风问题 重启南通土资场 建议县府相关局处 能够给予民众相亲协助 了解民众的需求 11号的花莲县议会宪政总咨询 林源副议员提出了 凤林地区近年的西瓜列果严重 希望农业处能够给予协助补助 去牧场污染问题 是民众反普风最大的症结点 重启南通土资场 减少建设废弃物北运处理的经济压力 让民众建筑成本不会增加 中心埔西瓜 这个不明原因的列果 这个总共造成了150多公顷的灾损 那因为去年农委会有补助 一公顷补助6万 今年没有补助 那可是原因找不到 那因为凤林镇这个地形 一下子下大雨 一下子闷热 所以气候相当的不稳定 希望我们许县长能够释出 这个善意 然后给他们一些救援跟帮忙 接着是这个中央畜牧场 那他做到了零排放 他水莲市的养猪已经30年了 那可以提供我们畜牧业 相关的一些畜牧任何的一种 的那个畜牧都可以来做参考 非常值得借鉴 那是一个完全这个循环的农业经济 标准的做到零排放 所以说这个举这个例子 给浦峰公司当个借鉴 当个参考 也很清楚的从村长代表 乡镇公所全部一致的反对 已经历了五场的抗争 也不排除有下一次的 更大的抗争行动 那我想我们县政府 应该站在这个民意这一边 南通土资厂 这个闲置了七八年 那为什么会闲置 为什么最近要来重启这个土资厂 那都为了应应 这个南区 这个土资厂的不足 跟未来发动公路的拓宽 等等的工程来应应 也希望县政府能够来辅导 我们玉里生公所 赶快的提 恢复营运的计划 他也建议县政府上官局处 能够了解相亲民众的需求 才不会造成许多的抗疫事件发生 记者林杰 花林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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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